OdioJungle 王部长马蒂斯,22日晚,抵达印尼首都亚加达,开始为期一周的东南亚访问,之后,他还将前往越南,发新社称,马蒂斯将在印尼潭海洋合作,在越南则将讨论在南海的自由航行。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在面对中国实力崛起竞争力,迅速增强的国际背景下,美国希望强化与这两个亚太国家在军事方面的合作。 1月19日,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摘要》中,就曾多次提及中国,指称中国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回应称,该报告借规划美国防务战略妄议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往故事时渲染所谓大国竞争和中国军事威胁,充斥着零和博弈,对立对抗等不实论断, 是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后,又以冷战色彩极浓的报告文件,新版国防战略报告还不到一周,美国防长就急切地对印尼和越南进行访问,这有何重要意味?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大国外交市主任周世新对中国南海新闻网表示,从美国新版国防战略报告摘要来看, 该报告还是强调了,中国在南海岛交的军事化,而就在1月17日,美国祸破,号导弹驱逐舰善闯中国黄岩岛12海里内海域,中国军舰对其进行了及时查证和驱离, 马蒂斯此榜也可以说是美国把应对中国的战略转化为行动的右翼表现,周世新补充称,2018年将要召开东盟峰会和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马蒂斯此时访问越南,也有试探越南,在解决南海争端上的态度,好为美国下一步行动做准备的意思。 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超则认为,美国刚刚公布的新版国防战略报告,摘要的核心要点是应对中俄,在此背景下,美国防长马蒂斯访问越南,印尼具有明显的战略意味,美日澳印在积极推进所谓的印太战略, 并试图把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也纳入这一体系,美国防长辞访可以看作是一种准备动作。 杨超称,近年来,美越这对曾经的宿敌,逐渐放弃了有关战争的分歧,奥巴马政府取消了对越军售禁令,不久前美国还赠送给越南一艘军舰。 2018年上半年,美国的航母编队也将到访越南,随着美国更加重视在南海的利益,而越南也有拉拢美国抗衡中国的考虑,未来,美越的军事合作会越来越密切。 对于马蒂斯此次访问越南,周世新预计美国将加强与越南的海洋合作,强化越南的海防建设。 周世新认为,美国曾强越南的军事实力,实际上也是在给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咄咄逼人的信心。 他分析称,目前中非关系明显改善,菲律宾跟随美国来对抗中国的可能性较小,而越南在南海小动作不断,美国又将越南视为反对中国南海主张的伙伴的打算。 既然有意作为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推手,那自然的,美国努力增强越南的信心和能力也是必要选项,但仅凭密切与越南的军事合作,美国就真的能完全控制越南了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在2017年的东盟峰会上,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已经得到确认,2018年上半年,可能会进行下一步磋商。 中国南海新闻网观察到,越南一边进行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一边又在南海小动作不断。 对此,杨超分析称,在南海问题上,越南其实在做两手准备,一方面他希望通过南海行为准则约束中国在南海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自己又在南海加快发展力量,而拉拢美国入局就是表现之一。 从其他方面来看,美越也没有那么情投意合,对于美国所谓的航行自由,越南也一直施谨慎,保留态度。 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清楚,一旦越南和中国在南海爆发冲突,美国有很大可能不会明确选边站。 因此,期待越南替美国强出头也是不现实的。对于美国来说,既想拉拢越南,又只愿做幕后推手,不愿带领越南走到台前。 周世新预判,基于此,马蒂斯访越的成就应该不会太大,但马蒂斯此行才刚开始,一切都还有待观察。 中国南海新文网摇明更多南海问题专业资讯与权威解读,近在海外网中国南海新文网www.nanhainet.c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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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